越南河内 郑国寺 郑国古寺 位于河内寺北面西湖畔的半岛上 最初建于六世纪里南第十期 原名为开国寺 几世纪来 此古寺曾改名为安国寺以及正北寺 直至十九世纪 越南由卵巢统治时 正式定名为郑国寺 是河内最古老的佛寺 郑国寺 供奉佛教及道教 但是以佛教为主 古寺的历史悠久 寺门有郑国古寺四个汉字 寺内有石碑 记载着古寺的修造记录 寺后有灵骨塔 以及高僧的墓地 寺内还有一棵粗壮的菩提树 是1959年印度总统来访时 带来自前释迦牟尼佛 禅作成道的菩提树种 种植在此世中作为纪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年期间来郑国寺祈福的人特别多 整个室内充满了香客与人群 我虽然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喜欢逛各种的宗教建筑 除了可以观赏宗教建筑之美 也可以了解当地的历史与风土民情 更可以深入其境地去感受人们虔诚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